在嘉义到处逛到处吃 那爱尝鲜的吃货们 应该对这间位在成人街上 在明泉路转成人街口的日料汁物 应该不陌生 老板阿伟身为嘉义人 17岁开始就在嘉义和台中的 日料餐厅学厨艺 至今30出 累积下来的好功夫 就是想回家和相亲一起做分享 他坚持店里的食材一定要新鲜 货源鲜度不够就退货没得商量 渔货除了从现有渔船 当天补货送过来外 另一部分则是精选 当天北海道的鲜货 直接运回店里 等这鲜货一到 厨师团队便马上洗尽处理 以严选次深度来说 阿伟依据季节性的渔货 不定期变化创造美味 或许就是因为分量充足价实在 而成为熟门套客 数值称赞的最爱啊 算便宜 CP值高 根据季节去挑选 可是它里面价格还是 你会说我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价格调高 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讲究 就是你要不要带一讲 我就是以客为客人吃的开心 老板阿伟也欢喜 对吧 对 在阿伟的日料植物里 CP值最高的 应属于这盖饭系列了 盖饭系列 重新鲜与质感 可以说是店内的主打招牌 主厨团队依季节变化 搭配最适合的食材组合 为每道料理注入美味的灵魂 以店内招牌 极品刺身海井盖饭来说 金阿伟巧手铺陈 一一放上旗鱼 东港鲍鱼 红湖和海鲤 北海道干贝 黄金鱼等六种食材 叠出色彩缤纷 且鲜度百分百的海鲜丼 搭配口感软Q饱满的醋饭 整个满足了您挑剔的味蕾 另外大人小孩都超爱吃的 炙烧鲑鱼亲子盖饭 澎湃鲜美的盖饭 吃起来就是要您超过瘾 满满的鲑鱼油脂 配上鲑鱼懒的咸肝 入口即化的清甜滑嫩感 可让人沉醉啊 其实对米瓣下蛮大的用心 就是说 因为瓣是一个握手式的灵魂 然后你把它做到 做到最好吃的东西 其实鱼肉再搭配我们的瓣的话 会很结合 而说到日本料理的另一款平民美卷 那寿司可抓住了台湾人的胃 让许多韬客们已是成主顾的握寿司系列 首推这道严血握寿司了 从丰富油脂的炙烧鲑鱼 滑顺肉质的日本西门 名不虚传的北海道干贝 到鲜味十足的银屋贼 东港鲑鱼 澎湖海梨和红汉等 七款寿司吃的都是当季最鲜美的鱼货 各种滋味让人一吃就上瘾 另外老顾客的口袋名单中 寿司类的牛肉葱卷寿司 可也列入其中 将炙烧过的美国一板牛 裹着加入洋葱和葱的醋拌卷 这牛肉葱卷寿司 吃起来颇特别的 没有想象中过重的油腻感 反而有种清爽滋味 而松露酱的提味 更让牛肉葱卷是画龙点睛啊 还有还有 那爱吃海胆的香轻 这海胆军舰更是您的囊中物 日本马分海胆的鲜甜 加上醋饭的调和 鲜味整个在嘴中久久不散 让人满事已犹未尽呢 饭它会去吸这样 我怕说吸太多会太咸 对它就是这样子蘸 对 它如果用筷子的话 它会先把它用倒 用倒 然后就是夹起来嘛 夹起来 这样子蘸 这样子蘸然后这样子吃 这边的美味餐点 不仅老受嫌疑 甚至它们的一些小瓶也博得好评 像是以鱼干和细致豆腐结合 做出爽口却不带腥味的手工鱼干豆腐 以及春季限定才有的和风银巫贼 听说从富山湾引进的银巫贼 吃起来可是比澎湖小卷的甜味 是有过质而无不及 身受许多韬客的爱戴呢 对了 贴心的阿伟还提供味增汤 让您无限取用 味增汤里加入多种鱼骨和鱼肉 及洋葱等丰富食材熬制 让您喝到的每一口 都不会只有汤汤水水而已 是货真价实超有料的味增汤品啊 既然来吃的盖饭 加八十块有附沙拉跟蒸蛋 然后加一碗两三百就可以吃得很饱 然后如果你不吃沙拉的话 就可以换成手卷 然后至少有可以多样的选择 我的初衷是说 是两三百块你可以吃到一整套 然后又加味增汤免费 让你喝到饱 然后还有我们的麦茶免费提供 就是物操所持这种感觉 阿伟就是希望大家对日式盖饭寿司 不再只有贵的想法 再加一品尝也可以物美价廉 这家靠近名泉路 位在成人街上的日料之屋 肯定让您享受五感之味 也能大大满足您的五遭庙